一顆顆荷包蛋在煎台上煎到油油亮亮 這個之前長最兇的雞蛋 現在終於調降三塊錢 但是早餐店品項價格已經回不去了 民眾日子過得苦不只是感覺 主計總處公佈薪資統計 今年前四個月經常性薪資 平均四萬五千三百零六元 年增百分之二點三七 總薪資平均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四元 年增百分之一點九六 先不要高興的太早 扣掉物價漲幅之後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百分之零點一六 實質總薪資年減百分之零點五六 是近七年同期首見衰退 二十年沒有漲價的台灣啤酒 宣布七月全品項都要漲價 今年開始漲價的各品牌 包含伊蘭拉麵 麥當勞 肯德基 漢堡王 丹丹漢堡 頂呱呱和胡須張等等 你至少會把你的錢 放在比較高利息的這個帳戶 因為現在也是這一個 升息階段負債的部分 也要去做一個審查 盡量減少負債 除了各大品牌接連很漲之外 早餐店業者漲了價也不敢降價 真的驗證了一句話 物價漲了就回不去了 民眾的苦日子也只能咬牙撐下去 記者黃天耀 王一仲 台北報導